在一個優秀的大師後面講的壓力很大 那我今天其實我分享的是一個在明湖國小所做的一個配信主題的一個綜合的課程 那我自己現在看會上面有放了四款不同的配信器 四個配信器 那這四種呢 它都是程式 可以用程式來控制 那就是我們有學生可以自己寫程式 然後控制他的飛行附近 那這些我都在課堂上有帶過 那...等一下 還是...不好意思 那其實常常我在教四手配信器課程 通常都是放在課後的社團 那最常有人問我的一句話就是 90分鐘啊 可是... 飛行器 一個電磁 最長大概12、13分鐘 最短呢 6分鐘 我其中有一款 只有6分鐘的時間 那怎麼上90分鐘呢 所以呢 這個地方是很多人在問我的一個問題啊 那其實... 我的想法是 它本來就是一個綜合的課程 它... 不能說它是程式設計課程 也不能說它是一個組裝課程 它是一個綜合的課程 所以我們會做的事情會有很多 那這些是在我... 在這個課程實施裡面 我們有做過 組裝了解內部構造這一個... 這一個部分 那但是呢 上路任體的部分 其實我還是... 我程式的部分沒有像劉老師那麼強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沒有做 我們是用現成的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透過現成的APP 然後那個APP本身是拖拉進步型的 或者是直接輸入那個Jars語言或Person語言 這樣子可以去做控制 那還有一種就是做遙控空拍 空拍取景影片剪輯 但是這個在我們明湖國小 因為我們明湖國小 其實我們的學生每天都在看飛機 因為我們就在飛機航道下 所以我們在操場上體育課的學生 只...到某個時候就會看到巨大的飛機飛過去 然後大家就停下來先等飛機飛過去 再繼續上課 我們是這樣的環境 所以我們是進行區 我們不能飛空拍機 我們所有的四軸飛行器上課都是在室內 所以我們選擇的器材都是屬於室內飛行的 我們只能做練習 並沒有真正去外面做空拍 那另外呢 我們還會做這些飛行知識的探討 包括現在有很多流行 用飛行器的燈光秀取代煙火 在夜間的時候 那兩年前我給學生看的TPPS的一個報導 是在澳洲雪梨 當時是100架費的無人機 結果呢 我的學生看兩年後大陸已經是1000架費 四軸飛行器在空中表演了 那這個是 那另外呢 當然啦 因為我們是小學 所以我們會加上這個部分 我們會加上什麼呢 我們會做模型的 我們有做過手指滑翔機 那另外我們也設計了飛機的停機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很長的耐狀的一個課程 所以我們可以有很多時間做很多不同的 那如果以我90分鐘怎麼做 就是先飛完美電的充電 那充電我們中間就開始探討 我們今天是要做程式設計呢 或者是我們今天要來編隊飛行 或者是我們今天要來製作一個什麼物品 或者是我們要探討那個農用紙寶機 或者是我們要探討那個無人機 萬一變成淡醉工具怎麼辦 我們會有這種主題在課程中 那在這課程中做探討之後 最後我們一定還有時間 所以我們充電完可以北地而開 那是最後然後來一個總結 那就是我們一個課程的進行 那我們在明湖國小 我在這個地方我們有做過這些相關的 相關的一些內容 等一下 大家看來 抱歉 可能沒有辦法 應該時間也很有限 我們有做過3D列印的一個飛機設計 然後另外露營剪接 那我們後面也有 我們包括用最簡單的那種 檯面上的那種四軸飛行機的練習機 沒有程式設計的 然後都是一大堆零件 然後我們把它組裝起來 那最後呢 我們當然我課程重點 因為我是屬於 我們還是課程重點會放在運算思維 跟實質設控制的部分 那我們的課程規範 通常會這樣子 就是 我們在一間教室上課 比如不上市內課 那我們會有分 城市邊際區跟飛行區 那這兩個區塊要分清楚 那分清楚的時候呢 就不會有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 要進行飛行的時候 那剛開始很入手 我們可能只有一個飛行區 就是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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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組 一組一組飛行 可是到後來很 就是很熟練的時候 我們可能是會有三個飛行區 四個飛行區 四個飛行區 這樣不同 像這個是我們在做停機坪的驗收 那我們停機坪驗收的時候呢 就六張大桌 就是六個驗收區 所以那六個都是飛行區 那這個是學生他們在實際操作的時候 那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我們有一段停機坪的設計是很有趣的 但是這個要花比較長的時間 那這停機坪的設計構想原因是 我們明虎國小的學生他們只要搭捷運出 就是從明虎那邊要到市區去 都會經過松山機場 然後松山機場那個隧道一起來 就是從地下隧道一起來 要到中山國中那裡 轉彎那裡慢慢的慢慢的那個地方 剛好是一個直升機的停機坪 那邊永遠都會停到很多直升機在那邊 所以我們的學生就對於停機坪是什麼 非常有概念 那我們就用這樣的模式去讓他們去做停機坪 所以呢他們就設計 可是只有停機坪那不好玩啊 所以我們就要請他們設計 中間要你要 你要怎麼去讓飛機穿越一個地方 然後最後再停在你的停機坪 所以每一個學生的設計不一樣 像這個就是一個就是 就是迷宮一樣這樣子飛出來 那當然你自己設計的方法 你就是要自己一樣的都過關 那這個是他們在飛行的一個過程 那也一定會有很多失敗 那還好我們選擇的這種小飛機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這個問題很大 那今天大概分享先到這邊 那我在自走飛行機 用過很多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飛行機 當然我大部分都用現場 那另外呢 其實我們國內師大 台灣師大 雖然那個器材我沒有帶過來 我們台灣師大 的那個生活科技 叫做 反正那個科系 文言就是 就是深科系 他們也發展出 使者飛行機 是跟國內的廠商合作 然後他們演唱這個課程 未來他們也是會公布出來 那他們可以用 比如說累積什麼 用木桶去做飛機的那個機艇 然後呢 他們會有自己的那個程式寫在一個那個控制板 那 可是呢 我 我的話 我們就是大部分都是用現場的飛機來做學習 因為我們飛機是小學生 就 就是沒有辦法做太多製造的部分 所以我們的製造部分是放在其他方面 那這個是 這個是 其實我今天才剛拿到這本書 這本書是 就是 現在我們有一本 有一個很流行的飛機 叫做 Teller Teller這一架飛機 那 因為Teller這一架飛機 我們國內有一個廠商圍域科技 幫他們 就是 開發了一個APP 而且獲得官方的授權 然後呢 他們就 因為我一直在飛行企業教學 然後他們多了經驗 所以還希望我 就是來幫他們飛行這本書 那我跟呂 我跟呂聰賢和老師合作 一起寫的這本書 那今天我才剛拿到 所以我現場有拿了石 我現場有拿了一些 那可能等一下還會是複零 對 等一下還會剩幾本 當作那個是摩財小的嗎 對 會當作摩財小的 就 這個不知道誰會拿到 那 有興趣的老師 或者是 各位嘉賓 他會在那邊 待會你們可以到那邊跟我交流的話 也可以順便看看書裡面的內容 那因為這個是賣段的 所以他賣好 賣好 就是他 事實上我的稿費我已經全部換成書了 所以我 真的 他賣的好不好 其實跟我們無關 但是那是我花了很多心思 把我一些教學經驗寫出來的一個內容 所以就歡迎大家指教 謝謝 謝謝